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张晓峰也是知名的作家 他在立法机构质询的时候说 当局应该补助这些圣女 说台湾男人应该来爱爱台湾女人 台湾为什么有圣女 就是台湾男人不爱台湾女人 这个话一出来 圣女不高兴 妇女团体不高兴 然后男性也不高兴 真是几边都不讨好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圣女的问题 那么到底圣女问题是个大问题 还是个伪问题 今天在台北演播室跟我一起主持的 依然是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主持人黄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晴 今天我们现场的三位来宾来介绍一下 首先是资深影剧记者吕文婉 文婉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南京 嫁到台湾已经有九年的美艳人妻杨璐 露露好 大家好 还有名嘴资深媒体人唐湘龙 两位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新秀丽委张晓峰 台日前这些圣女说的质询 就引发了社会高度争议 46万台湾男人娶外籍新娘 有女名代要帮台湾女人说说话 没有一个外配进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台配的那个原额被杀掉了 因为男人只有这么多 所以台湾现在有很多圣女 台湾女人难道是抢老公抢输人家 张晓峰接着这么呼吁 让现场群傻 从节能解碳的观点来看 我们不要去吃外国牛 我们也不要去取外籍配 张晓峰用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呼吁男人不是墙外的花财香 台湾的男性的雄性生物 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 他们的婚姻习惯 要到异地区去取 取这个吃心动物来 来混配 女人不是附属品 我们不是物品 我们要活得很有尊严好吗 外籍新娘发出怒吼 张晓峰的圣女说 男神贵族也跳脚 太低估了吧 我们是那个 很多是人家不婚 不婚族也能过得逍遥自在 快乐是神仙 怎么会是圣女呢 不是没人要 是不想结婚 黄金女郎不买账 张晓峰好委屈 应该骂我的是男人 因为我责非他们说 怎么爱台湾不爱台湾女人 女儿我真的为台湾 非常优秀的女人在那里 刚刚看到画面 张晓峰说 她是替台湾的未婚女性请命 明明她责备的是男人 为什么女人要抗议呢 文婉 我觉得其实不止女人抗议 刚刚清凌在抬头的时候 我觉得讲得很好啊 各界都不讨好啊 可是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大家会大声地踏法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张晓峰立委 她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她应该不要讲到圣女 这两个字 戳到了这个 台湾未婚女性的神经 对 因为我不是剩下的女人 我是我自己我不要的 这样女性都很自己有经济独立 然后呢精神独立 再来懂得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立场上面 就是说变成会让大家觉得 不舒服的地方在这边 我觉得张晓峰的所有发言当中来讲 最有问题的就在这一部分 就是她给这些 就是说不婚的晚婚的 或者失婚 或者基本上面 反正她就根本就不想结婚的 这些女性贴上了一个污名化的标签 觉得她们是在婚姻市场当中 被淘汰的弱者 那个跟现实几乎是完全完全相反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就是 刚刚我文婉所提到的那样的情况 今天有任何一个男人 要靠近我文婉的时候 你想他要经过多么严格的筛选 不太可能 人家喝咖啡他都很难标题了 何况是说要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其实台湾男人不认同 台湾圣女不认同 台湾人妻也不认同 那其实这个感受最不舒服的 应该是嫁到台湾的外籍的一些新娘 和大陆籍的新娘 比如说杨璐 你听到这样的这个话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 张晓峰女士 可是我觉得她怎么思想 那么传统那么老八股 在这么新的时代 已经男女平权 为什么一直说 男生选大陆的女生 或男生选台湾的女生 我们女生也有我们选择的权利 今天不是说 今天你单纯要选 我们哪里的女生 我们就要跟你走 我们是要选择 我要不要嫁给你 那现在问题是说 为什么那么多外籍 或大陆的愿意 嫁给台湾的男生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其实距离产生美 是因为我们在结婚前 对你们不够有了解 所以脑袋有对婚姻 和对台湾男人的幻想 所以才会跟他们结婚 这句话有问题 你真的 如果台湾愿意开放 让我们在婚前到台湾来 试婚半年到一年的话 我相信大家有一半的外籍 或大陆新娘 都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有有 你有有问题吗 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不了解 台湾这个事 那你现在了解了呢 了解了就是 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 人生的决定 这是一个幸福的 没有办法的决定 但是这一次张晓峰的言论 确实让很多人是大跌眼睛 因为张晓峰之前留给大家的印象 是非常的良好的 这次当了这个民意代表 第一次来质询 就引起这么大的宣传大部分 我们当然呢 大陆的很多观众 可能对他不是十分了解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张晓峰 张晓峰是台湾著名的散文作家 兼大学教授 在文坛创作50多年 笔下长流露出对大自然的爱惜 曾有多篇作品 入选大陆及台湾的中学教科书 还曾经被列入大陆湖北中学 入学考试考题 而武汉的平面媒体 还给予大篇幅报道 去年张晓峰为了抢救南港 实地挺身而出 公开贵求马英九的动作 令人印象深刻 虽然已年过七旬 但张晓峰更在2012年华丽转身 接受清明党提名部分区立委 从文坛转阵政坛 要为环境发声 只不过实地法尚未通过 张晓峰就先以圣女说 引起了高度关注 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做这样的言论是非常的不恰当 又有认为说 为什么一个知名的作家 到了这个民意机构里头 就不会讲话了呢 向老师以您对张晓峰的了解 他做这番言论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文字是温暖的 他在台湾成名盛造 在老一辈的作家里面来讲 其实他是有代表性的 像张晓峰他们这种背景的 他们多半都不是参选 他们多半都是所谓的 不分区系统出来的 那因为政党在挑选不分区的时候 基于他本身名单的票量 所以他多半选择 有某种社会光环的人 在台湾社会里面 我认为一般的舆论跟媒体的报道 所形成的刻板印象 过度简化了 也丑化了民意代表的角色 那认为民意代表很简单 反正选上了之后上去 胡言乱语一通 什么话都可以讲 所以随便乱扯就过关了 那张晓峰的情况 其实不是只有张晓峰 许多的民代 包括野音圈出来的 你都会发现 就是说当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腔毙命的情况 就是你除了你自己 关心的那个议题 你能够讲出 就是说几分内容之外 因为你就是关注那个议题 其他的议题 当你才开始用漫谈的方式的时候 几乎每次一开口 就出问题 其实要扮演好 一个民意代表的角色 没有像你在镜头前所看到的这么简单 那他背后的准备是不够的 但是张晓峰呢 在这次的事件之后 他所引发的后遗症就是 许多跟他有相同背景 来自弱势团体的 就是专业单位的 后来就都不敢上台去 就是讲话了 就是要执询的时候 都开始散 你就一直不问 好像有名单到现在为止 开了这么多的这个会 还没有一次 就是死都不肯上台去 就去发言 那也放弃自己的 就是执行权 那他不见得不好 就是他换掉女孩 你要做好比较好的准备了 有人说张晓峰 他很像是城堡里面的公主 他觉得有几个公主 就一定要有多少个王子 来跟他配 那文婉你觉得 女人是这样被男人fire掉的吗 其实我觉得当然不是了 可是大家其实这次的风波 大家会开始怀疑 张晓峰 你是不是因为婚姻太幸福了 还是你刚刚讲的公主 你是不是有公主病之类的 就是说你在活在城堡里面 可是我们仔细去看 其实倒不见得 像张晓峰 跟他先生的婚姻到底幸不幸福 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他大概24岁 他就跟他先生相恋 相识 然后每次呢 因为他老公的时候 是这个宇宙光的指行长 非常非常的忙碌 所以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所以有时候呢 大家说你们都溺在一块 本来说没有啊 他常会告诉他先生说 你有人来坐啊 他本来 他是用台语来形容 他跟他之间 他跟他先生之间的关系 所以不是大家想象说 是溺在一块 就是王子跟公主 从此过了 心不快乐的日子 所以一直到2005 我觉得那个事情 也是大家 现在大家说 是不是同情票的问题 因为他后来得了这个大肠癌嘛 那这个过程 他就体会到 所谓生命的这个可贵 所以一直到后来 他觉得说 那女性 或者是说两性之间呢 其实到最后 一定要走向一个什么 一定要有个潮 有个潮穴 然后两个人呢 要一拾一拙 然后来经营这个 所谓的这么甜蜜的家 王子跟公主要过 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问题呢 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的女性什么 大家真的经济独立抬头 像我 我每天这样工作 很辛苦 但是我很清楚一件事情 是我为了我自己 不是我自私不愿付出 而是对方值得我付出吗 其实抛开种种争议 张晓峰提出的圣女论 其实还是由她的这个背景跟依据的 根据台湾官方的最新统计 台湾社会年龄的未婚女性 有217万 而台湾的总人口是2300多万 如果拿这两个数字来比一比 就看得出来 圣女的确会是个 大家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 情侣两十字紧扣 好甜蜜 人生的下个里程碑 是不是进入婚姻 每个人有不同选择 最新的调查显示 适婚年龄的男女 有高达四分之一 表明根本不想结婚 原因不外乎是经济压力 或是没时间 工作方面其实算蛮大的一个因素 因为第一个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那比较不会有心思 放在交男朋友方面 26岁的余小姐条件很好 但却是个工作狂 一天有12个小时在工作 根本没时间交男朋友 不欢族越来越多 这也难怪全台湾有12.3%的人 承认自己很寂寞 也就是有107万名 矿男月女遍布全台 难道婚姻真的是恋爱的坟墓吗 前面我们就有谈到圣女这个词 大家都会觉得说有可能是污名化 有可能是妖魔化 有可能是一个贬义词 还是中性词 其实我要给大家证明一下 因为我通过百度搜索 其实这个词已经收入在字典里头 2007年8月份 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之一 就是圣女 它怎么解释的呢 是指现代都市女性 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 高收入 高智商 长相也是无可挑剔 但是因为她们择偶的要求比较高 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的归宿 那其实呢 现在在大陆对圣女这个词呢 应该是中性词 所以很多的圣女呢 她们不认为自己是被圣下的 所以呢 这个圣女这个词 在大陆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 说不会是有贬义的意思 那到底台湾民众又是怎么看待圣女的 我们就说台记者又有一个小调查 有人说圣女是圣洁的圣 有人说圣女是被挑圣的圣 有人说圣女是高学历 高收入 高智商 却低情商的代名词 也有人说大浪逃杀 剩下来的才是会发光的金子 那么在台湾民众心中 究竟什么样的未婚女性 才会被称为圣女呢 就是到四方年龄还没有结婚 会没有对象的吧 可能经济状况比较好 然后三十几岁 然后可能没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 这样子 应该是比较专职在工作上 就是比较独立的女生吧 我觉得 说到台湾的未婚不婚女 不管是政界商界 还是在娱乐圈里 还真都不少 先说娱乐圈的 在两岸都很有知名度的林心如 传闻身家过益 虽然已经36岁 却还是单身 并一再强调 现在的我并不想结婚 我没有那么想要嫁啦 但是我可以就是 交个男朋友也还不错啊 而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今年已经38岁了 虽然很多人都说她是男人心中的女神 可这位女神至今也仍是代驾归中 还有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歌坛天后 张慧妹 事业如日中天 感情却频频欲组 尽管如此 阿妹仍表示对于爱情 她渴望拥有 我没有没有任何抗拒 我觉得就是交朋友就是要时间 再说政界那就更厉害了 曾经是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的吕秀莲 已经68岁了 外号小辣椒的国民党民代洪秀柱64岁 如今民进党的大姐头高雄市长陈菊62岁 这些叱咤台湾政坛的女性也都没有结婚 如果也归到圣女里 那就是超级圣女了 因为每次我们这个波菲西亚的时候 那现场就聊得非常这个热络 所以可见这个圣女尽管是一个老问题 但是她还是非常有兴趣来聊 刚才我们从这个短片可以看出 圣女其实这个说法呢 虽然是最近才开始这个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圣女这个群体呢早就存在 比如说政坛有很多超级的圣女 也很漂亮的啊 像李济珠啊高金苏美 我们先聊过 那娱乐圈就更多了 那我们先问这个夏龙兄 你跟政坛比较了解 举几个台湾这个政坛的超级圣女 他们为什么 老的我们就不要讲了啦 为什么蔡英文成局就不讲了 不停小辣椒呢 就是那个已经胜到 胜到你也不知道该该什么 你不要说蔡英文 你说像是萧美琴 这些也都被经常在谈到 郑立军这些都未婚 这些都是民进党的青壮世代的女性 外形你说不好吗 很好啊 经历好不好很好啊 但是她要找到一个对象 你可以想见有多么困难 你在政坛上面历练过的女性 她尤其困难 因为你那个在婚姻市场当中 是非常闭锁的 她的曝光率很高 然后她的收入水平 以及她的能见度是很高的 一般的男人 除非跟她一样是从政的 是明代的 但是你想 从政的这些男性里面 几乎都是已婚男人 所以她在自己的同侪团体里面 是遇不到人的 遇不到人 遇到就是闹绯闻的 所以她有非常非常现实的部分 真的就不是说圣女太多 那是因为眼界的关系 它不是人数比例的问题 文婉那我们从这个演艺圈也来谈谈 当年有一些青春育女 现在被人家叫做是黄金圣女 包括林志玲 林志玲她说她37岁了 虽然很美 但还是个圣女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应该讲说一个元岁 其实他们在所谓刚刚香楼哥提到的 比较20岁或者25到35 这个所谓的结婚生子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间 他们都在干嘛 他们要拼事业 他们要冲事业 可是在过程当中 他们有没有所谓的机会 有没有匪夥 我们以林志玲来讲 有啊 至少大家知道有三段 第一段就是 其实那时候还没出名的严程序 对不对 大家记得吗 那一直到所谓他们这个所谓的出游 然后所谓的玉袍罩 曝光之后 大家发现原来你们在一起 可是因为那时候各自要什么 就刚刚我提到重点 各自要发展事业 所以他选择放弃 这是一段嘛 然后再另外一段是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就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室内设计师 那现在也结婚了 其实这个可能是志玲姐姐 唯一承认的一段 然后再就是大家 现在比较恶熟 能详的就是马桶小开 邱世凯 对 那个媒体都觉得 都觉得很以为说 可能明天他们就会公布婚讯的那种感觉 对 可是就是很扑朔 到后来最近一次 就是今年的情人节 志玲姐姐就讲了 没了 他说没有 没有 他因为他放了一句话 他说有人 他一个人 然后有人求婚 这个对象适合 他就结了 我觉得这句话根本就被大家逼的 好不好 为什么他就是 因为他更成功了 更高不可攀了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张惠妹 你会发现张惠妹也是一路 跌跌撞撞 他几乎每次都是被劈腿 对 被劈腿 然后再来就是甚至 其实前一段有一段是香港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周立景 那段伤得最深 不但情被骗了 被劈腿了 连钱 经济约 一度整个演艺事业 他全部赔上去 那这段他伤不伤 很伤嘛 可是中间期他有一个 所谓的空窗期 为什么会空窗 怕了嘛 会觉得 会不会我 我在遇到一个不对的人 就这时候出现了一个 这个何首正来了 何首正来了 哇 伤得也不轻啊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一个噩梦 我觉得没有一个女人经得起这样子 所以他的那个惧怕感会很重 那一直到现在 我们知道有一个 这个国际级的调酒师出现了 两个在稳定发展嘛 其实很多像这样的女艺人 像苏惠伦也是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呢 我要小孩 但不一定要小孩的爸 很好 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重点是 太棒了 对啊 我想这个 不是 你是想推卸责任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 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其实女生在面对到婚姻市场的时候 他往往会引导到进家庭的原因 他也很希望感受那种生儿育女 就是当妈妈的那种 那种的乐趣或者感觉 所以大家都在讲男人女人 胜女胜男 其实都没有观察到家庭这个因素 因为我是从内地来到台湾 那据我观察 其实台湾的女性 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在飞快地成长 可是家庭的观念却一直停滞不前 台湾其实跟大陆比起来 它是更加传统的那种家庭观念 所以导致很多就是独立意识增长的女性 她想说 我为什么 我的学历不输你 我的经济条件不输你 我的家庭环境不输你 可是我为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我的主权 因为我平常都在健身房 我在练瑜伽 我去健身房练瑜伽 是我不断地在家争取我的主权 争取来的 就是我下班之后 我要我要顾到我的爱好 那听起来这个露露 如果说早些年不是嫁到台湾 来是来台湾工作到现在的话 她现在也是这个黄金圣女 是圣女的圣女 只有瑜伽没有家 其实我们聊了很多 大家对这个圣女的讨论 其实大陆现在还有一种对圣女还分级 什么圣斗士 必圣克 圣者为王等等 到底怎么回事 广告之后 我们接下来回来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青林 我们前面一节里面谈到圣女这两个字 我们几位女生 包括乡龙兄 都已经是义愤填膺 或者不爽 或者是抓狂 那我来接下来 大陆网友还给圣女进行了一个分级 不知道听到这个分级 他们会做何表情 你看这个分级 25岁到29岁叫圣斗士 什么叫圣斗士 这个人群的特性是 以工作为主 停留在只想谈恋爱的阶段 那么还有第二个级别 30到34岁叫必圣克 必圣克 好讨厌 事业越有成就 眼光越高 找对象越不容易 接下来下一个级别是 35到39岁叫 圣者为王 这个群体的特性是 事业有成 很难找到匹配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 情路坎坷 张惠妹应该就是圣者为王 40到44岁叫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是女性的条件太优异了 男性怕被拒绝 不敢去追求 还有更厉害的 45岁以上叫圣母玛利亚 这个特性是 就是在感慨 西梅姐就是标准 感慨当年未替事业 错过许多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个不婚的女性 不结婚的结果是一样 但是不结婚的原因 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看来这个级别 几位都能对号入座 找到政坛 这个娱乐圈的人物入座 其实这个所谓圣者为王 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书籍 他很坦克 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其实包括我们知道 他之前还被卷入 这个两个天王的斗争里面 那艳照再度被这个 扑散在网络上面 其实包括他跟黎明 曾经一度什么论及婚假 但是后来为什么 没有结论 也是因为这个 就是艳照的关系 这样事业有成 知道吗 都算 对 讲得好 对 更大一点的 像萧强也算 可是我比较想讲 说圣者为王这一块 还有可能 就是你可能会 再走入婚姻的机会 可是几天大圣 到最后其实很容易 这个流于圣母玛丽 你说蓝星梅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他宁可要小孩 可能不要爸爸 不要孩子的爸 可能不要有婚姻 不要有男人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有时候 也迫于无奈 他就告诉我 他就说 我宁可被骗生 骗的 宁可失身 你讲的好 不要失财 对 他每天都想 不不 但是 宁可 这个其实他非常幽默 非常诙谐 就讲了一句话 难道你这个年纪 你还觉得说 人家会为了你的美貌 跟你的身体来吗 不可能 那其实一度 他是想要孩子的 可是现在已经到了 圣母玛丽亚阶段 很难 因为确实有很多 到了某个阶段之后的女性 她几乎念头 心念一转 就是婚姻对我来讲 真的很困难 连谈恋爱都困难 但是如果能让我有一个孩子 那就OK了 我人生即使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觉得有八十分 我常常写文章谈 就是说 我在警告女生 就34岁是你的命定之数 因为34岁那一年 你的怀孕成功的几率 会直线下降 34岁你即使做不孕症 我告诉你 成功几率只有15% 你看到了像是白冰冰 看到了蓝星美 他们怎么做 很辛苦 会成功吗 我当时期望他成功 因为我跟他们聊过 可是我告诉你 那个痛苦 非一般女性所能想象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的话 香龙兄的这个话 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不想成为圣母玛利亚的话 就赶紧在圣斗式的阶段 加紧战斗 解决自己的 这个个人的问题 我这里还有 有两个这个片子 大家来看一下 一个是 这个 对婚姻未必很渴望 刚才又说了 这个在台湾呢 但有单身女性呢 为自己举行一个人婚礼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女陈美衣 选定在30岁前夕嫁给自己 筹备一个多月 洗铁婚 借婚纱照 统统没有少 之前可能也没有人想过 说会一个人办婚礼 所以呢 我就想 那我也是算 结伴的婚礼 也是结婚啊 那大家也不能再说 我是没有结婚的人 除了要堵住舆论的压力 这场一个人的婚礼 陈美衣还想告诉更多的人 要学会爱自己 这样的事例不止一个 50岁的台湾两性作家 江应遥 不久前也披上白纱 举办了一场 没有新郎的婚礼 江应遥曾经主张 不婚主义 强调自由比老公还重要 这次结婚 只为完成 八旬老父母的心愿 原来我父母的梦 也算是 也算是记忆一点点笑道吧 虽然不是真的 但是 我这个画面 我们都非常开心 人行道荡红毯 婚礼进行曲 字解哼唱 即使没有男主角 一个人的婚礼 也要美丽幸福 看来这两个VCR 我看了之后 心里有一点点 这个无味杂陈的感觉 我真不晓得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问一下文婉 你赞同这种想法 我是觉得他太多此一举雷 那为什么不把那些钱 那些经历 真的去好好爱自己呢 我觉得这样反而 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征婚 不会 你想胜就快 胜就好了 对 我是觉得爱自己 可能把那些钱 花在别的地方 更有意思 那另外一个 其实江亦瑶 是大家的好朋友 我在看他这个婚礼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惊讶 因为他给我们 在圈子里面的感觉 是比较前卫的 比较大胆的 比较敢说的 然后比较跳动的 他是不会被束缚 在这所谓传统的观念思想 任何的形式里面的 可他这样一做 反而我觉得说 搞老半天 你可能去倡导 所谓的女性自觉 或者是说 你觉得女性 是独立的各方面 原来在你的内心深处 去脆弱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画面 给我的感觉 是凄凉的 我觉得到最后 虽然那个婚礼办了 但是他并没有 婴儿这样子脱离 我没有跳脱 女性主义 在面对爱情 跟整情 这两件事情 永远都是失败的 杨瑶怎么看 杨瑶 所以由此可见 你看他 看起来是很现代的女性 其实他心里 有一把传统的枷锁 那其实我很早就结婚 那我就觉得 其实真的 你进入婚姻 不一定不爱自己 很多女生 就是因为台湾这样的社会 她就觉得 她进了婚姻之后 她可能要损失自己的利益 所以她不愿意进入 那我就觉得 如果是新时代的女性 反而是你可以进入婚姻 但是你还是要保有自己 你爱老公爱孩子 一样你要爱自己 你不能因为婚姻 而失去你自己 那其实刚才两位女性 是用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对婚姻的理解 但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不管是圣男圣女也好 都是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另外一半 最终是走进结婚的礼堂的 那现在有一个报道说 光是这个北京市保守 估计就有超过50万的圣女 那最近几年呢 大陆的这个电视的婚恋交友节目 是相当的火爆 有很多的这个 关于圣男圣女 现在的影视剧 是相当的受欢迎 我们来看一个片段 打开电视 各种类型的相亲节目 应接不暇 男圣女女选男 更有带着父母来相亲 相亲节目的大火 使得圣女也成为 电视剧的热门题材 像我这样的 自己有工作 自己正确 她有钱没钱不住 我要的是男人 你一块笨四张的女人 你出手就得快 你知道吗 咱现在都这事了 有哪合适的得抓紧 只有我没人要啊 留心啊留心 如果你真的能实现愿望 你就送个白马王子给我 让我今年嫁出去 这也圣女 那也圣女 难道现今真的是 圣女景喷的年代吗 其实两岸 这个透过电视 交友的情形也还蛮多的 像台湾早年的时候 就有非常男女 还有我爱红娘 对 但为什么这几年 大家在讲这个黄金圣女 但这个时候 却没有电视节目出来 做这种交友的情形呢 其实还是有啊 最近有一个 在友台比较少 它是就是用所谓的 这个星座配对的方式啊 可是我觉得 那个比较纯属娱乐 其实现在的人 会觉得说 上这种相机节目 很驴啊 很窘啊 我为什么要上这些节目 我当然要很free 我自己去挑 我自己要的对象啊 那所以其实现在 这样的节目 比较流于作秀 或者是说先say好的 其实这占大部分 所以说又再次 驳斥了这个张晓峰 你代表这个言论 圣女不要被补助 我们自己可以过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认为说 其实啊 这个圣女问题 都是男人制造出来的 因为首先 这个这些圣女太优秀了 有车子 有房子 什么都有 一般男性都不想 站在他们旁边去 那优秀男人干嘛去了呢 他们泡事业 泡酒吧 泡咖啡厅 泡健身房 就是不泡妞 所以台湾男人 真的不爱台湾女人了吗 广告之后 我们接下来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青林 事后呢 张晓峰也非常后悔 也有点懊恼 他说 我明明是希望为女生来争取一些福利 可是偏偏骂我的都是女性 而不是男人 既然这样 我们就要来这个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一看 这里也有个统计数据 根据台湾这个有关部门的统计 台湾试婚年龄 也就是20岁到49岁的未婚男性 有270万 比同年龄未婚女性要多出53万 就回到我前面开头说的 大陆北京大学有位教授说 胜男3000万 胜女是个伪问题 胜男才是大问题呢 张晓峰你怎么看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男性多 但是这些男性坦白说 他如果在台湾的 用各种的经济社会条件 去做分类的话 他几乎都在台湾社会的底层 那他在台湾社会的底层 你想他如何去在婚姻市场当中 找到青睐他的女性 几乎不可能 但是因为台湾在过去的 一二十年里面 因为经济发展不 发展不错 他相对是好的 我这样讲 当然有点现实 坦白说就是 在台湾的男性 他会在某一段时间里面 会取到比较多的外配进来 那是因为经济的优势 那婚姻市场当中 经济是一个很重的因素 所以当他到东南亚的时候 挑肥减瘦的 这个我不喜欢 那个我不要 那个感觉上面 就像是当大王一样 那是他在台湾的婚姻市场 当中 他绝对不可能拥有的东西 所以在所有 在自己的本地的婚姻市场当中 所受到的压抑跟歧视 透过这样子一个 一个婚姻仲介市场 他都得到了满满 那这种情况 就会使得过去很长时间 当然就像杨鹿是例外 他们是自由恋爱 对 但是除了像这种 像这种部分的例外之外 我要说大部分的 就是外配的市场 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子情况 所以说穿的就是 男人女人都想挑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让杨鹿讲讲 但你老公跟你差16岁 当时如果他没有娶你 是不是就是胜男了 应该也是 他当初真的是因为 我太年轻太单纯 真的是对爱情有幻想 所以才那么急的嫁过来 那其实以我老公 他那时候在台湾的工作环境 其实他是在娱乐圈 他是Keeper老师 那他也会遇到很多漂亮的女生 但是为什么他都没有选到他 因为他挑到最漂亮的 不是因为他在那个环境里 当然那些小女星 都是看主持人嘛 都是看大咖 怎么可能看到他 你掉下来他就小咖 对 如果在那个环境 看起来他是比较小咖 可是我当初就看到他 就觉得乖乖的 然后帅帅的这样 还好我那个时候 就是趁脑袋 还非常清楚的时候 就把自己嫁掉 那如果可能换到 我现在的话 我可能见识也增长了 可能我会选择 30岁跟20岁的决定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还想说 杨璐描述这段时候 要配乐是因为爱情 可是讲到后半段 要改成没那么简单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讨论下来 其实说为什么 台湾有圣女的 并不是台湾男人 不爱台湾女人 而是台湾女人 不爱台湾男人 我们有做了一个街头调查 看看到底台湾男人 心目中希望找到 什么样的女性配偶 也许爱台湾就要爱台湾女人 这样的要求多少显得 有些不近人情 在世界成为地球村的今天 其实无论男性还是女性 他们的择偶标准 都随着视野的拓宽 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选择 那么究竟在台湾男性心目中 理想的择偶标准究竟有哪些呢 通常会比较偏向温柔 那个女性吧 可爱型的吧 应该是比较漂亮的吧 不需要太强的工作能力也可以 以台湾做标准吧 要负责任嘛 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不希望对方太过于现实 或是势力延连 当然里面有一些路人观众的回答 蛮有意思的 我不希望女生太现实 我希望她比较稳定 我想问一下 台湾的普通家庭 男生女生怎么分工的 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 比如说在闽南家的家庭里面 它传统的务农的社会 出来的家庭里面 其实还是男尊女卑 那女生要负担比较多的 家里面的事情 即使现在不务农了 男人不用下田了 可是你会发现 男人回到家里面之后 因为世世代代的那种文化基因 在家里面表现出来的 男性仍然有一定的强势跟优势 他可能把自己放得非常的前面 但是在不同的族群里面 不太一样 现代的家庭 因为台湾的小家庭的结构 已经出现了 那个都会化的关系 男生的那种在家庭分工上面 除了不能生孩子之外 我觉得男生参与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但是有一点我要反驳 像你这种男人是很少的 真的 因为我直接遇到 堆在地上擦地 半夜起来喂男人 太多男人是什么 不出去工作 靠着老婆 在家里还要当皇太爷爷的 你知道吗 回来还要侍候你 然后端个脸 杨鹿嫁到台湾九年了 你认为说这个 台湾男生跟大陆男生最大区别的呢 尤其在婚姻里头 我觉得台湾男生真的嘴巴比较甜 就是在你还没有嫁给他的时候 他真的会用很多的甜言蜜语来哄骗你 然后就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公主 你即将嫁给 我就自己被骗了 可是 对 真的进入婚姻家庭之后 发现这是现实 那大陆男生可能就嘴巴不太会表达 但是其实可能做得更实际 譬如说像 就是工资卡都直接给老婆 自己就是每个月零用钱这样 但是台湾的男人还是比较大的男人 他希望自己掌控家里的经济状况 是 所以说到这里呢 我们其实说这个 台湾男生可以外娶 台湾女生也可以外嫁 所以娶不娶婚不婚呢 其实都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呢 胜男胜女越来越多 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 导致不管是社会 还有有关的当局都要开始出面来干预 制定一些这个政策来规定 那到底会不会有效呢 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回来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明 其实说到底呢 张晓峰这次的胜女 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其实跟 到底台湾男生要娶台湾女生 还是不娶台湾女生 这个问题到关系并不是很大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呢 胜男胜女确实是越来越多 已经几乎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呢 台湾的当局就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 他们也着急了 那么说他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先来看一个比较 胜男胜女这么多 台湾当局也着急 除了组织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 举办各类单身联谊会 各地市也纷纷出台 鼓励婚育的措施 从牺牲儿的出生养育到上学 统统都有补助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爸爸 恭喜妈妈 台北市祝您好运专案开跑 今年生小孩的台北市民 就可以领到两万元的生育补助 不论是第一胎第二胎 或是第三胎等等 只要双亲当中有一位 涉及在台北市一年以上 而且有居住的事实 那么牺牲儿抱户口的时候 就可以领到两万元的生育奖励 至于养育方面 那么五岁以下的儿童每个月 可以领两千五百块的育儿津贴 而且五岁的幼儿上托儿所 或是幼稚园 每个学期还可以减免 一万两千五百四三元的学费 至于其他县市的生育津贴 新北市也是两万元 台中市是一万元 最高的则是苗栗县的三万块 我想问一下夏龙兄 为什么台湾行政部门 要做这样的一些措施 这样的出台 这样一些规定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现在初步看起来是有效果 你人口政策 是总体政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 你人口如果老化 人口减少 它当然是个大问题 那你现在台湾的女性的 就是说第一次进到婚姻市场里面的年纪 大概已经来到了28岁了 平均的生育率 甚至于在前两年 降到每一对夫妻只剩0.89个孩子 那当然很麻烦 所以她现在就鼓励生育 但是生育的前提 当然是要婚姻 那所以她要鼓励你早一点结婚 早一点生 然后制定很多的政策 让你生孩子不害怕 因为大家都觉得生孩子 好像养孩子很辛苦 养个孩子到20岁要花一千万 你一听到你头都婚了 你算上看就想说 我一个月才赚多少钱 我一年赚多少钱 花一千万 那我自己是生什么呢 所以大家当然会怕 所以政府当然就会有很多的这些政策进来 就是鼓励你进到婚姻市场里面 其实鼓励你进来的目的是要鼓励你生育 因为这是会是一个连锁反应 圣男圣女多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出来了 人口结构问题失衡了 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产生了 但是不结婚 不生孩子 毕竟这也是个人的选择 是不是可以请文婉谈谈 你觉得社会应该怎么样正确来看待 这些圣男圣女 其实不是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氛围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 比方28 30岁的妹妹 她会跟我聊说 文婉姐怎么办 我就开始有压力了 我都告诉他们说 其实就是只有一个信念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而且你要知道 结婚是为了你自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再来为自己负责 不管你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 是 所以说这个大龄男女青年 结不结婚 娶谁 不娶 或者是结婚以后 生不生小孩 其实都是个人的选择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人生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在我们自己掌握之中 走到底 按照心灵 真实的 恪求 去走到底 节目最后 送大家一首黄小虎的 没那么简单 真的幸福 没那么简单 要自己去寻找 最后也 衷心的祝福 天下所有的圣男圣女 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 再见